開箱 對 開箱 真金白銀買的 要拍一下 來 燕機 紫色 沒錯 紫色 我們要開始做燕機的動作 然後先看看說 螢幕跟背面的冰框等等有沒有去做刮傷 現在是檢測 性感 性感槽 挺有護照 OK 好 確認完沒問題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開始一座登錄的動作 保固需要這個時候登錄嗎 保固需要7000後 然後其實是上我們三星有個延長保固的官網去登 就可以了 然後 買Sansung那個要現在登嗎 沒錯 要現在 要現在就要登 對 如果方便的話 我們現在就可以登 因為他要拍發表去做上傳 哦 所以就是通常都是購機的時候 現當場直接登錄保固 對 我們這家店會幫客人做比較多 會幫你們直接做登錄 因為我們怕說有些客人他回去找不到那個 登錄的位置 然後可能上傳照片又拍錯或是格式什麼都不一樣 三星這次比較嚴格會在審核 因為這次給的金額比較高 所以我們都會幫客人做好這一塊動作 然後再讓客人離開 OK 對 好 然後這是我買的保護殼 沒錯 Hotra 3 有福利價 然後我們會再進工程模式做一些基本檢測 看我們的三元色部分 有沒有造成螢幕的亮點 那你剛剛是按什麼 什麼code 我們是從撥號 迷景 對 迷景0迷景 撥號鍵這邊直接輸入迷景0迷景 他就直接進來了 然後這是觸碰螢幕的測試 哈哈 只要能夠正常跳到這個畫面代表觸碰裡面沒有問題 不能斷線 對 然後再來是感應器 它會變色跟震動就是代表是沒有問題 嗯嗯 然後再來是喇叭測試 就是喇叭在下方 然後會放一小段 它不會斷掉 那就是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是LED燈的測試 紅色 綠色 藍色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主相機 相機的部分我們最主要是測對焦 所以我們一般會把鏡頭遮住 那因為S8的對焦速度非常快 嗯 所以打開通常就是對好了 尤其在主鏡頭的部分 嗯 前鏡頭的部分會更明顯 因為這次有加入自動對焦 前鏡頭的焦速度 所以會感覺完全沒有在對焦 為什麼 因為一下就對好了 嗯嗯 其實動作很快 我現在是用S8 Plus在拍S8 好 這樣子我們的基本檢測就是完成的狀態 那我們這邊會協助客人去下載軟體更新 還有安裝我們那個買誰送的功能 對 那這邊我們就會請客人去登錄他的三星帳號 那如果沒有我們也會協助客人去 直接創一個三星帳號 我有啦 對 我來 那 那 那你幫我看 好 進來以後 我們就會協助客人進去正確的登錄畫面 那這邊會有一個註冊保護的部分 我們暫時是先不用去動作 我們是選擇第三個的專屬領域 嗯 然後第一個就會有一個 D級登錄馬號裡的部分 進來之後 序號跟型號其實它會自動去登錄 嗯 那我們只要提基本資料跟最後面的 預購的序號其實就可以完成了 嗯 到這邊之後 其實 動作就 很簡單了 下面只是選購買日期 當然選擇今天 然後上傳讀證 它可以直接用 拍照的方式 然後直接選擇下一步 那我們只要對 好 拍照完上傳 然後直接選擇下一步 再下一步 最後只是確認你 基本資料有沒有再檔錯 有問題的話這邊可以 都可以直接做更改的狀況 嗯嗯 好沒問題之後 建議就是 一定要勾入我同意的 活動規定辦法 那 優惠訊息需不需要通知 就可以自己選擇 蛤蛤 你要勾嗎 呃 勾啊 好 好 確認資料 我最喜歡收優惠 好這樣子登錄就已經完成了 到最後它會傳 E-mail 或者是發簡訊的方式 給你 有個購物金的兌換序號 蛤蛤 這樣子就可以了 OK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 下載完軟體更新之後 呃也可以選擇夜間安裝 就是如果你現在要使用手機的時候 就直接選擇夜間安裝 可能還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才會幫你做更新的動作 好 我會去再裝好了 好 好 那我選擇夜間安裝 嗯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嗯 謝謝 不會 謝謝 欸我的殼幫我裝上去試試試看 好 那我們要裝這個殼之前 通常會建議 後面就是把它插得比較漂亮一點 那因為是裸機會秀出來的關係 然後我等一下就會拿去包模 對 我們這一張的話 要在前七天的性命保護 盡量就是不要遺失這些貼紙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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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哼 就很方便 對 翻個立架 我們就可以當成電視探訊 耶 對 OK 方便 好 謝謝 然後這是3.0的線 那我們還有多付一個 Micro轉3.0的 Tab-C的轉接條文字 嗯 那轉資料可以建議用這個OZ去 去接 轉的速度會比Wi-Fi快非常多 嗯 你會進入這種去做轉移資料的方式 嗯 那發酵跟氣泡這個 我幫你們放在核心裡 嗯 好 那殼要不要先幫你們拆掉 好拆掉吧 好拆掉吧 先幫你們關起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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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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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會 那請走 回家